快點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三年沒去過澳門 讓我帶大家去看看我們這個旅程吃了什麼 我們剛剛來騰仔的觀野街 因為我們早上早上 我打算快點來 沒那麼多人可以走得舒服一點 我們現在可以進去看看 這裡我們早上來 所以沒有想像中那麼多人 我一進來已經聞到很香的豬扒爆味 超香 這個土耳其雪糕 以前會有個印射在那裡玩人 好笑 還有什麼新牌子 什麼十月初 以前不是嘴香園或者巨妓 新牌子 有料 這個也好吃的 這個是木漢蛋糕 但其實也是人 不是少人來的 不過起碼可以走得到 就是平常看的照片 它只會走得到 十點多了 十點多了 不過我們還沒吃東西 其實我們想找東西吃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牛丸 今次那些麻辣色的關東煮 很搞笑 有很多牛丸 那些 啊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少少人的那個 那個蛋 上網很多說這個 就是少少人的蛋蛋餅 買四個來試一下 少少人養 這個破壞了 這個 這個 挺好吃 又不是很甜 有一點鹹鹹的 不過呢 就有一點熱 因為它 它有一點芝士味 也挺甜的 鹹鹹的甜甜的 值得一試 不過呢 這間應該不是吃飯 那我們就算了 我們吃了一個 我想差不多了 大家試一下 這個什麼事 這個極度誇張 仿記餅家 它排隊後巷了 我們現在是早上十點左右 什麼事 如果我們下午幾個小時來 真是大小 但其實有什麼牌呢 走去看看 這邊也有很多人 兩邊也有很多人排隊 兩條隊 它都是仿記餅家 但是分兩間 看到它 看看賣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蒲特 是的 安德魯 他們也是排蒲特 接著這間老蝦牛閘 似乎是新開的 總之我幾年前來是沒有的 我就看上網 是很多人推介這間 我就看到 嘩 其實現在是早上十點多 超多人 超多人 到尾 數不到 不知道排到哪 排到 它就可以牛閘加蘿蔔 或者自由選擇 不過它裡面不會有牛腩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拍一下價錢給大家看 因為真的很多人 看看是否道士聯 大家自己參考一下 大家參考一下價錢 吃不吃 因為我不吃內臟 所以我不選擇 不過我想一定很好吃 你看看多少人 數不完 不知道去到哪 接著這間就是以前買雪糕的地方 以前都在這裡 我都在這裡買椰子雪糕 不過現在這些應該太舊了 這些沒人管 大家吃完新的東西 拍得這麼厲害 這個長洲糯米池 雖然我們香港也有 但是應該可以 我們來到世紀咖啡 我們還沒來過 都是出名的咖啡 要來試一下 澳門式的咖啡 這個就是 點了一杯熱咖啡 然後再點了一個西多士 吃一點點 又出去努力過 先試一下咖啡 它也挺重奶味 其實我是喜歡喝黑的 但它不會一開始喝黑的 它是會加上奶味 很重奶味 也挺好喝 我覺得有點像奶茶的感覺 但其實它是咖啡 但你喜歡的可以借下糖 但我喜歡就這樣喝 也挺好的 很香 很滑 OK 很香 夠不夠濃 浪人味道很濃 香滑太少 很像奶茶 對 低多士來了 好可愛 它不是傳統 要自己切過一種 它是切好給你 它這個就是 其實是多士 但是它是被很多裂奶 還有花生 是遮住了 好像很棒 試一下 嗯 很濃 很濃 很可愛 這個超濃 其實很濃 外面有很多椰絲和花生 用煉奶遮住 咬進去就有很多花生醬 超濃的口感 超濃的口感 而且它炸得 它不是只有脆 也是油鬆的 油鬆的感覺 好香 好香 然後這個是世紀咖啡的 就是take away露餅 超級多人排隊 排得出馬路 然後現在吃完東西出來 可能這個 真是叫做晚了 嘩 極級 是極級 極級 極級 多人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很多人都是來掃街 這裡的雪糕 剛才是沒有人排隊 現在都很濃 然後那個牛雜 繼續 嘩嘩嘩 真的開始越來越癲 現在應該是11噸 嘩很激 牛雜 影都不見了 這個牛雜 影都不見了 不知道它在哪裡 真的不知道龍尾在哪裡 然後 前面有很多人 他們在排著安德魯葡萄 其實我們很想吃 嘩 怎麼排 好誇張 所以大家 都沒有的 通常都是星期六日來的 除非你們放平日就好了 你們就不用那麼辛苦 這裡很激烈 這是什麼 我這個都是牛雜 其實這條隊 就是全部排安德魯葡萄 超多人 但是 其實舉記 是有葡萄 買10元一個 其實它還有很多貨 不過大家應該都不會自我放棄的 一定是排安德魯 我們看錯了 原來這個安德魯葡萄 是在後屆排 我們算了 決定都是排 反正不排 就永遠都吃不到 終於買到了 接著我們買完葡萄回來 到原來來公園買的 你看到這個 leadership 老丁牛閘 排排 Schutz Probably排到後屆 然後看到警察 不知道 遺風 現在真的很瘋 我們現在嘗嘗安德路葡萄 我們吃過了 但匯備一下 客戶也要試一下 真的很棒 這間真的特別好吃 我之前經常吃澳門半島 那邊大沙包附近有些街會有很多不知名的 我隨便買一間 但不是很多選擇 安德路是超多人怕的 所以很棒 因為它的甜味是適中 它不會是死甜的 但又不會是很淡的 然後燒到脆和軟酥是並存 剛剛好 所以挺好吃 買了四個是多少錢 四個都是沒有減價 四十四 一個是十一元 那六個好像是六十五元便宜 雖然看起來很長 但其實五分鐘已經排了 這裡也挺划算 吃一個小蠔 右面都是三十二元一碗 你可以自己選擇 米線啊 米粉啊 可粉啊 右面粗麵那些 我們看到這裡出名吃 蠔的麵 很多粒蠔給你吃 很棒的 這間是在哄仔 舊城區要走進一點 去到民居那裡才去到 但是進來也挺多人吃 就是做無虛蠔的 都 都 都未見全部有很多人推介 但是呢 就在部分的網路都會開始推介 可能比較新興 有很多粒小小的蠔 應該蠔的很清的湯 然後我們點了右面 超棒的 這裡有很多粒粒的蠔 小大蠔 嘗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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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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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新鮮 很鮮 很鮮 不過我見有些人上網說有些腥 但我覺得OK 因為通常蠔都會少少的 有些海鮮味 但是很清的 嘗嘗 嘗嘗 湯就是少少蠔味 清清的 但是不要期望湯是 嘩 真的像甲榴香 因為它有沒有味精 我又暫時還未覺得很口渴 但也OK的 這裡是在澳門半島那邊的下環街市熟食中心 這個豆腐花很有名 我看Google留言 人們說整個熟食中心 只吃這個豆腐花都可以 其他不用吃 所以很想嘗嘗 但是來到已經賣光了 所以我們唯有買它的豆腐花 已經很有豆味 如果各位朋友試過它的豆腐花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是否真的好吃 我們今天來喝茶 這裡是超重的 超重的 就是很傳統 不知現在香港未必有的 可能類似連香樓那種 很傳統就是酒樓 金碧輝羅那種 但是很樸素一點 但是它沒有那些點心車的客人 它全都是喊 但是就是吃最傳統的點心 還有看看它貴不貴都好 我下線不用 可以了 我覺得可以接受 小點心的分數 大點入 對 分小點 八點 中點 大點 丁點 特點 六個價錢 次命點心 是除嬌除症 什麼叫除嬌除症 我們會上二樓 一樓那裡已經沒有位置 然後上去也還有一個人 非常接觸 不過這個就是人柴文化 我們吃什麼先好 我吃金錢袍 但是它這個金錢袍很淺色 不是香港那種 是很新的啡色 然後醬是放了很多蜆 這個是偏清湯 試試看 它是偏清湯的金錢袍 但是其實它又 真的有味 我本來覺得 吃蝦餃 三粒的小蝦 還有一粒類似乳杯 都挺有趣 但是它的皮是偏厚的 因為不是辣椒 超薄的 看看你會不會很介意 這裏吃了兩款都覺得是偏清新 如果大人 甚至我當然說 如果是太肥 可以的 這樣吃這間會比較健康 但是很濃 很濃 聽到沒有味道 醬品可以 不過醬油甜甜的是挺正的 我覺得中上 當然你去做超好吃的 進杯茶 你吃這個包 你這個包很好吃嗎 很好吃 什麼臉子 它是熟 熟一點的 它不是流心的 是流心的 很好吃 很好吃 不過再熱一點 我們現在走到手信街 那裏 向那邊進發 但我們已經看到有人排隊 又是牛閘 又是這間泳記牛閘 很多人 但我覺得比想像中OK 然後我發現 好像多了很多那些牌子 例如這個什麼鳳城利萊手信 有沒有見過 好像不多 好像不多 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都是吃那些東西 這個就是嘴香園 都還在 嘴香園 都是買那些東西 這個之前沒見過 什麼鳳城老奧手信 這個 又是豬肉乾 也是那些 我給你嘗嘗一下 這間我覺得燒得香了 認真嗎 我剛才那間不記得一個名字 但是這間 鳳城老奧手信 牛肉乾都給我們嘗 挺香的 燒得又不濕又不濕 這間挺好吃的 如果要買可以考慮 給大家看一下 有多少人 我覺得觀野街好像再多一點 不過現在好像已經開始 那些人很心急 衝來衝去 這裡很誇張 這裡大三巴 那些人全部在等試吃 超棒的 很恐怖 我們一會兒去看電影 我們有少許空檔 我們就去了 Galaxy大堂的酒店 喝杯 然後我叫了這個 是叫邊車 Cydercar 好像挺有趣的 我看到它有些橙 那邊也有一些橙味的鹽 我先嘗嘗喝 酸酸苦苦的 OK 挺有趣的 就是橙汁的加酒精飽 酸酸甜甜很開胃 我們的啤酒來做 挺大的 這個岸門啤酒 試試 甜甜來的 這個很有趣 乾杯 我們今天十點半夜晚船走 現在是八點幾 還有少許時間 我們就來到玉琳碼頭 找些東西吃 這個餐廳是泰式 它在海邊 超級棒 現在在那邊 是對著海 吃 很輕鬆 我們就叫了這個 冬蔭公面 也叫了一個炒海鮮 然後還有一個地獄 地獄什麼湯 好像是紅色的湯 但是是牛肉的 我們先嘗嘗這個海鮮 都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呢 雜感 雜感 我喜歡的 好吃 一些粉絲是值 這個冬蔭公面 夠辣 夠香 爽 我很怕吃酸 但是不辣 這個 都很夠辣 很棒 我覺得很好吃 剛剛試喝了這個地獄的牛肉湯 嘩 我們吃得辣 都覺得辣 它好像威力加強版的薑汗 超重的薑味 真的很近 但是爽又爽 所以真的吃到辣的菜 記得留言 喜歡 喜歡 訂閱 按鈴鐺 搶先收行